一只黄狗正朝着猎蜥狂吠 猎蜥妄图摆脱黄狗爬树逃跑 结果却被图狗咬落在地 从形式上来看 猎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反观是黄狗 一直咄咄逼人 然而狂妄的黄狗 却最终为此付出代价 嘴巴直接被猎蜥死死咬住 痛苦不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一处场地中 一只黄狗正与猎蜥对战 黄狗表现得很是活跃 不断尝试攻击猎蜥 而猎蜥不堪其扰 妄想爬树逃跑 结果她的意图被黄狗看穿 竟然被黄狗直接从树上咬落下来 看到这个场面 想必大家都非常诧异 黄狗今天强悍的战斗力 回到地上之后 黄狗和猎蜥之间又重新展开攻防战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黄狗更加盛气凌人 不断地朝着猎蜥咆哮 并时不时地去咬猎蜥的尾巴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也能感受到 黄狗其实也比较忌惮猎蜥的反击 所以她更多的时候 呈现的只是跃跃欲试的姿势 面对黄狗的挑衅 猎蜥一直保持着最大的克制 她更多的时候是张开大嘴呵斥黄狗 从而使得黄狗不敢乱来 尽管在气势上 黄狗占据优势 但是只要对方不做实际攻击行为 猎蜥还是非常隐忍 然而 对于黄狗来说 她并不愿意维持现状 反而是通过跑动来寻找合适的攻击四摇点位 同时再加上她那不停的狂吹 意图在心理上使得猎蜥就范 只是猎蜥并非等闲之辈 虽然她们体长最大约100公分左右 但是她们的攻击力也不能小去 不惹是也不怕是正式对猎蜥的写照 果然 没多长时间后 在退无可退而且被激怒后 猎蜥终于展开了绝地反击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黄狗绕到另外一侧向猎蜥示威时 后者抓住机会 直接上去就咬住了黄狗的大嘴 随后就是一阵尘土飞扬 当尘土散去后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黄狗已经心虚 反而是猎蜥士气大震 大有一副有种在来的感觉 反观黄狗 只能无奈地伸着舌头 灰溜溜地远去 对于这次猎蜥大战黄狗并翻转的情况 大家怎么看呢